能不能针对性地给出一些具体的建议 防止或者预防牙周病或者治疗防牙周病 我们一般推荐的是两种 第一个就是在家里面的日常的维护 日常维护包括首先就是刷牙 刷牙是最重要的口腔保健措施 也是最有效的口腔保健措施 这谁不会 不见得 大多数人不会刷牙 怎么这么说呢 科学有效的刷牙 其实大多数人不能不知道 一般人以为有牙刷有牙膏 甚至觉得牙膏很重要 这都是错误的 或者说我有个电动牙刷 就以为能刷好牙都不是 要学会科学的刷牙方法非常重要 那么有效刷牙首先有一条 要做到有足够的时间 那么多少何时呢 起码要三分钟 如果没有三分钟的话 你肯定没做到有效刷牙 刷三分钟的牙才是有效刷牙 因为所有的牙面都刷到 你就需要三分钟 这是至少三分钟时间 我们问问嘉宾 喜冰你觉得自己每天刷牙的时间 够三分钟了吗 我觉得我刷牙时间应该还是挺长的 因为我每次都是边看着手机边刷牙 可能时间就过去了 刷得还挺久 你呢 我觉得刷牙时间大概在三分钟以上吧 因为还是挺关注这个问题的 您呢 王先生 没记得时间挺长的我觉得 应该够了 没有掐过表刷牙 您呢 向阿姨 我也是尽量地多刷一段 有时候没耐心 刷得差不多就赶紧 就撤了就 所以我估计也到不了三分钟 要么就是没关注过自己刷牙的时间 要么就非常地有自信 觉得刷牙的时间足够长了 肯定是超过三分钟 但到底是不是这样呢 我们其实偷偷拍了你们刷牙的过程 来看看到底刷没刷够 30秒 王叔 您还觉得自己刷牙时间挺长的 您看您这时间多长啊 30秒 所以现在知道自己每天刷牙 够不够三分钟了吧 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没做到正确有效刷牙 其中时间都是没有保障的 我们做个问卷调查 就是懂得如何刷牙的中国人 正确刷牙的中国人 只有极少数 所以首先这第一步正确刷牙 或者是叫刷到位了这个牙 咱可能都没有做到位 要保证三分钟的时间 那接下来恐怕就得看一看 咱们平时用的这个刷牙的牙刷 是不是合适了 面前摆了很多把牙刷 那什么样的牙刷是比较适合保护我们 牙周健康 牙齿健康的呢 那么我给大家讲一下如何选择牙刷 那么首先说 这个牙刷呢有问题 问题在哪里呢 就是牙刷的太大 太大的话就不能够很灵巧地 刷到牙齿的每个面 尤其是后面刷不到 不好塞到嘴里面去 所以它不能灵活地在口腔进行运动 这个不行 太大 太大了 不行 这个呢 太小 它刷牙效率太低 不能说不行 刷牙效率太低 这个可能要刷五分钟 六分钟 才能刷到整个牙齿 太小 这是十岁的孩子用的吧 那么从大小来讲呢 这个比较适中 比一颗牙牙大一些 但是将近两颗牙的长度 那么它在刷的时候呢 很适合我们后面讲到的 正确刷牙方法的使用 第二个呢 就是刷毛 这刷毛软硬呢 就软硬适中 过硬 损伤牙龈 过软 不能把牙表面的细菌刷掉 所以要软硬适中 什么是软硬适中 我感受一下 非常的有弹性 对的 不是很渣 但是又能够感觉到 它有一定的那种舒适度 是的 刷上去之后比较柔柔的 但是又有弹性 有韧性的感觉 像这种的呢 就是属于太硬了 这个刷毛太硬了 这个就对牙龈不健康了 这个的刺激度 大概就得比这个 要多出两度来 对对对 要硬很多 那么也有些呢 就是这就太软了 太软以后呢 就不能做到有效 刷出这个牙菌斑了 太软也不适合 这就是太软的 所以软硬适度 大小适度 就是我们选择牙刷 最好的方法 千万别说 我要选一个大头 花一样钱 这头大 这合适 这是不对的 这是口腔中 很难在旋转刷牙子 所以这个不要选大的 这可以用来刷老虎的牙齿 对对 刷人的牙齿困难一些 所以就是两个原则 大小还有刷毛的软硬 那选对了牙刷 接下来就得看一看 咱们到底会不会 刷干净自己的牙齿了 那我们也拿上一些 牙齿的模型 让我们的几位嘉宾 来演示一下 平常你们大概 都是怎么样来刷牙的 来 请上道具 四位见过这么大的牙吗 今天你们有一个任务 要刷干净这么大的牙齿 那我们就先从王先生开始 刚刚看您三十秒 就把自己的牙给刷干净了 您都是怎么刷的呢 横子里边 上边 再来一遍 还再来一遍 终于讲究起来了 行 它是横刷法 横刷法呢 只能把牙齿的外表面刷掉 但是牙齿里面就不能刷到了 看到我们接触到的牙齿 这个面刷到了 但是还有一种叫竖刷法 竖刷法是可以把牙齿 相邻的这些间隙刷到 那么这些临间隙没有刷到 就是这个缝里的地方 没有刷到 所以这么刷只能刷到 这个外面或者夹面 是不对的 所以叔叔 您这个刷牙的这个方式 这错误太多了 不为你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你平常是怎么样刷牙的 好的 你也是横刷呀 你对自己下手狠狠的 我总觉得刷牙要实际刷 实际刷才能刷干净 然后这样 你确定这是自己的牙吗 大概就是这样 你肯定废牙刷是吗 对 很废牙刷 扑尾的这个方式合适吗 同样 它力量是太大了 这样容易损伤牙龈的 所以我们刚才把牙刷毛说的 软硬适合 没有损硬圆毛 但是用这么大力量 同样也是损伤牙龈 刷牙龈 不需要用这么大的力量 但是仍然如此 它只是横刷 同时也没有速刷 把牙齿向里面刷干净 这两个问题还是存在 您刚才那力度是刷地的力度 不是刷牙的力度 得温柔一点 好 那咱们再看一下 来 盛阿姨演示一下 您平常都是怎么样刷牙的 你看阿姨多讲究 咱得先涂牙膏刷 不能干刷是不是 涂多少呀 阿姨 整个牙刷上都涂满呗 涂满了以后 让它刷的时候 那个沫不就多吗 就能够清洁吗 有时候我看别人刷 更一点点牙膏 我想这能刷干净 所以我就多多的 就跟洗衣服似的 要想把衣服洗干净 单单把洗衣液给它放足了 是不是阿姨 差不多吧 首先说这个用多少牙膏 实际上并不是说牙膏 用得越多就一定能提高刷牙效果 不是的 由于足够的基本的量就够了 它牙膏主要是牙齿刷牙 说泡沫剂 起到这个泡沫的作用 这个增加刷牙效果 那么一般来讲 在这个我们就是牙膏挤出长度 一公分长度以上就够了 不必要很长 很长也浪费也没有必要 更重要的还是刷牙方法更重要 那咱们再看看喜冰 你平常是怎么样刷牙的 我一般会先刷门牙 然后我是竖刷 然后到旁边之后 我这竖着牙刷就进不去了 所以我就开始横刷 这样 然后我还会关注一下前牙的下侧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这个地方 比较容易有牙结实 然后上面也得关注到 然后整体都要刷到 然后继续竖刷 再来第二遍 对 然后刷完之后 就是如果觉得还不干净的话 我有的时候还会用牙线 再来清理一下 洗冰这方法 它等于是横刷 速刷相结合 但比较遗憾的是 前牙速刷 后牙横刷 这还是不够的 实际上每个牙齿 都要横刷和速刷结合 才能做到有效刷牙 所以牙刷不够有效 那我们结合这个模型 让我们了解一下 准确的合适的刷牙方式 到底是什么样的 才能够更好的 又保护牙周 又清洁了牙齿 牙刷毛和牙面称45度 既不能垂直 又不是这样的 平行45度 这样的话 就有利于刷毛伸到牙阴沟里边去 把牙阴沟里的洗菌除干净 所以先是水平震颤 震颤幅度一到两个厘米 不要太大 震颤 如果力量太大 就是横刷法了 震颤就会使得力量减小 否则如果横刷力量太大 损伤牙根 就会造成牙龈 这个位置牙龈萎缩和牙齿的 这个歇状缺损 损伤牙齿 所以震颤力量就比较小 这样的话就足以把 这个面夹面的 就外面的这个 银沟里边的细菌刷干净 那么范围是一颗牙 到两颗牙的范围 然后再上下速刷 水平十余下 上下四五下 然后每一下 移动牙位 但前后要有覆盖 别这个跳过来就有遗漏 一动要覆盖一下 然后还是水平震颤 这个水平震颤 但是和牙面成45度 然后再上下三五下 然后水平震颤 这样前牙也是如此 外侧都很容易做到 水平震颤 然后垂直提拉 里边呢 里边也如此 垂直45度 先水平震颤 然后再提拉 水平震提拉 只有两个地方 不太容易 就是前牙 前牙就很难水平震 怎么办呢 一般就是这样 前牙就是这样了 翻过来 翻过来 前牙 我们就这样水平震颤 只能是这样 明白吧 横着颤 然后再竖着拉 上牙也是一样 横着颤 竖着拉 只有前牙区不太好操作 但是 所以这样做下来一遍 至少三分钟 这确实是没错的 对 至少三分钟 如果说不够三分钟 你是不可能刷遍每个牙齿的 所以你说每个牙齿刷遍的 那一定没做到横刷 竖刷结合 所以至少三分钟 才能做到全牙里 有效刷牙 对 而且为什么刚刚在测试的环节当中 喜冰是所有的高危因素都没有 人家不光是刷得认真 刷得好 而且刚刚还提到 使用牙线 其他几位知道 该怎么样使用牙线吗 不知道 不会 不是很清楚 不会用 那这个牙线该怎么用呢 牙线咱们中国人多数 确实不太会使 尤其先麻烦 老使用牙签 这个牙线实际上是帮助刷牙齿里面的牙菌斑 一般呢 我们就两只手 这个就是这么缠 缠绕一下 缠绕就紧了 紧了以后呢 我先以我自己为例 再刷这个 比方说下牙 看 这不这样的吗 下牙就是 你看 这边 一样的 用这十指往下按 然后用五指往上提 所以在这 在这就是这样 比方下牙就是 往下按 按下来 到牙银的位置以后 别使劲 把牙银就损伤了 到牙银的位置 到银下银钩位置 往上提 成弧形 这个看到了吗 大家可以立起来 可以看 这样往上 往侧面 就把银面刮干净了 有刮的作用 是吧 前边 往这边也是这么刮 往这边也是这么刮 要不然那缝里的地方 是永远都刷不住 永远刷不住的 因为牙刷毛是刷不到的 所以这个牙线是要使用的 上牙呢 就是用拇指了 往上提 那就是这样往上提了 往上提 进入去以后 进去往上 就是这样的 进去 然后往回 往回提 进去后 对 往下提 练一练就熟悉了 对 这个就是多练 但是很多人觉得麻烦 不爱用 这个对于口腔 就是牙齿 里面的菌脑去除 健康是非常有效的 如果这个牙的缝隙更大了 这是光一个牙线过去 很容易 但是呢 不一定刷得很干净了 我们这时候是能够有 另一种小的牙刷 牙红刷 或者间隙刷 很细的 一根细的刷毛 上面就像牙刷的那个毛一样 对 但是它没有那么密 它是侧面的 剩下两侧的 那它怎么弄呢 这样 可以进去以后 进到牙鳞面 然后 它能塞进去吗 能塞进去 看 那么这个呢 这个间隙刷呢 有不同的型号 它有S啊 什么SS 不同的 根据你牙缝大小 你选择合适的 正好能刷好 就刷完牙 还用这个东西吗 中老年人多数需要这个 把牙齿里面刷干净 非常有效 为什么还要用它来刷 这个牙缝底下呢 因为牙刷刷不到牙齿里面的 如果牙银萎缩 齿巢骨有吸收情况下 这时候里面已经有三角间隙了 如果不使用这个间隙刷 是刷不到里面的 那么这样细菌存留在这 而你刷不到 它细菌就往下发展 就会破坏你的牙齿 就造成中老年人牙银萎缩 其实我刚刚看到 王先生的牙 好像就有这样的问题 就是虽然咱们看上去 就是上面的牙 还挨着呢 两颗挨得挺紧 但下面就是牙缝的那个地方 牙炎的地方 已经中间有空了 需要去医院治疗吗 这是在家里的保健 当然了 所有的成年人都建议 每半年到一年 要看一次口腔医生 做一次牙周的节制 也就通俗讲的叫洗牙 这个洗牙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大家以为洗牙 就是为了牙齿白 为了好看 不是 这是口腔健康 非常重要的措施 刷牙不能代替洗牙的 洗牙是去除牙齿表面的牙石 刷牙只能刷掉牙菌斑 它俩作用是不同的 所以每半年到一年 就要做一次牙齿节制 这是给大家的建议 所以通过今天的节目 四位是不是已经清楚了 我们可能都有这样的一些 牙周炎的高危因素 生活当中注意 一是刷牙 二是好好地用牙线 牙缝刷 同时注意这个牙齿出血之后 应该及时地去医院检查 甚至是洗牙 才能够更好地 让我们避免牙周炎的风险 所以我们要非常感谢 徐主任今天给大家的介绍 谢谢 谢谢